好,這個電力它告訴我們說呢 假設F它是一個連續函數 雙變數的連續函數 那它的這個定義裡面呢 含有一個這個長方形去R 那么 這個極限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談的 下核上核 還有這個黎曼核 那當N趨向於無限大的時候 那麼只要你的函數呢 夠平滑 那麼這個極限值呢都會存在 而且呢 它們三個會相等 那換句話說呢 從幾何上的含義來看的話呢 極限相等 它們三個都極限相等 表示說呢 求出來的就是那一塊體積 好,就是正方 區域正上方 曲面正下方的那一個體積 好,那這個定理 我們要等到擺到高等危機分裡面 來證明